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 在2019年底投入使用 在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 售家三級甲登醫院 張女士一年前 由澳門搬到横琴定居 平時有需要 都會來這間醫院就診 目前澳門認可的醫療人員 只可以在横琴短期提供醫療服務 趙雲橋是首批到横琴跨境執業的 澳門醫生 認為有助提升個人醫療水準 我們人民醫院的專家教授 一起討論一些宜蘭病例 一起制定一些治療方案 甚至一起同台做手術 其實對澳門來說 我們的病例不太多 我們來到這邊 其實有更多的病人 我們職內的臨床經驗 會更加多 可以更加豐富 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 民生事務局表示 目前橫琴有66名 短期執業的澳門醫療人員 會持續推動更多澳門醫療人員 去到橫琴 當局有提到 早前成立的 琴澳醫療培訓基地 已經開課 對象包括澳門的醫療人員 希望透過這個課程 可以讓他們有更多機會 去實習培訓 鼓勵他們考取內地的醫師執照 擴闊他們未來的一個質疑空間 亦可以面對他們未來 因為有一個驗證的巧合 在他們的準星上 需要更多的培訓機會 我們希望在這裡提供一些輔助 當局表示 目前橫琴有四間公立醫療機構 和23間私人診所 包括兩間澳門獨資的醫療項目 目前正在興建 另一間三級甲等醫院 以及由五個專科醫院 和健康養生醫療中心組成的 綜合項目 預計都會在2025年落成